观众朋友们好,新年快乐,现在是台北时间2月18号,这里是华尔街财经频道的华尔街财经节目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月17号对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打算在这个月底之前向世界卫生组织支付超过2亿美元的经费 他说这是履行美国作为WHO成员的义务,根据美国之音报道,他还表示,为了要避免新冠病毒疫情的再次爆发 有关这次疫情起源的专家调查跟即将要发表的报告必须是独立的,而且所有的国家都必须要提供疫情爆发初期的一切数据 而在此同时,综合苹果日报跟东网报道,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证实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透过了非盈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来资助研究蝙蝠型的冠状病毒 在2014年到2019年期间,取得了美国纳税人约60万美元的资金 此外,该联盟主席达扎克是世界卫生组织在2月到访中国调查代表团的唯一美国成员 他向白宫表示,应该要盲目接受世卫的报告,相信病毒不太可能由武汉病毒研究所来泄漏 由于坊间一直有传闻指出,这次疫情的起源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意外泄漏病毒 虽然该联盟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拨款已经在去年4月中止 但是有关证明书到期日为2024年的1月31号 这意味着该研究所可以继续收取美国纳税人的金钱,进行动物研究直到2024年为止 目前有独立监厂组织呼吁政府不应该再资助生态健康联盟 并展开对于这个组织的独立调查 来确保他们资助在中国进行的动物研究是否跟疫情有关 另一方面,生态健康联盟最新从美国国家卫生院获得750万元的拨款 将用作建立新兴传染病研究中心 大教科强调,新的拨款将不会用在任何中国的研究当中 在拜登政府权衡对华商业、贸易跟科技政策之际 美国全国商会17号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 美国如果跟中国全面脱钩的话 美国将会付出令人不舒服的高昂代价 美国的一些重要行业损失将会很巨大 反之报告认为,针对性的跟中国部分脱钩 才可以更好地保护美国的安全跟利益 美国之音报道这篇题为理解脱钩 宏观趋势跟行业影响 报告从贸易、投资、人员交流跟研发活动等四个方面 来探讨美中全面脱钩可能会给美国带来的巨大损失 贸易方面,报告假定将25%的税率 扩大到涵盖美中双向贸易的所有物资 到2025年,美国的GDP总额将会损失1900亿美元 从投资的角度来说 报告指出,因为脱钩 即便是减少一半在中国的直接投资 美国投资者每年将损失250亿美元的资本收益 一次性的整体损失将会高达500亿美元 在人员交流的方面,报告指出 新冠疫情已经显示出中国游客的流失 跟中国学生教育支出的减少 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 报告指出,如果人员交流的数字 减少到疫情前的一半 在服务出口方面 美国每年的损失将会高达151到300亿美元之间 报告认为,全面脱钩还会影响到 美国的生产力跟创造力 虽然在这一方面量化比较难 但是报告解释说 一旦美中脱钩 美国企业在国内开展研发 来支援在中国业务的情况就会越来越少 同时,其他的国家也会减少在美国进行研发 来支持中国业务的活动 长此以往,供应链就会远离美国的企业 美国对于风险投资的吸引力 也会相对应的减少 荣顶集团总裁荣大涅在新闻发布会上特别指出 这些数字纯粹从商业角度来出发 并没有将国家安全给计算在内 而任何一个好的策略 当然应该要包括对于国家安全的考量 他说,有针对性的出口管制跟其他工具 可以有效地解决狭窄的跟合法的国家安全问题 美国全国商会主席跟美国全国商会 亚洲事务高级副总裁傅瑞伟 跟美国全国商会大中华区主任王杰 在报告的前言当中 敦促拜登政府应该要尽快地确定 哪一些区域不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将其开放 他们强调希望当局可以采取平衡且理性的方法 来对待美中关系 意识到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市场重要性 同时也可以管控到中国政治跟经济模式不同的现实 英国发布最新的香港营商指引 有过去形容香港为国基金融中心 降格称为区域枢纽 并且删除对于双方关系积极互利等描述 也删去了英国跟香港特区政府 享有正面跟前瞻性的关系这一句 同时不再直接地描述香港享有高度的自治 综合媒体报道 英国外交联邦级发展事务部 对上一次更新香港营商指引 已经是2019年8月的事情 当时对于香港基调大致正面 并且提及2019年6月有大型的示威 呼吁英国公民应该要避开这些地段 而这一次的修改主要关于三个面向 首先是对于高度自治的表述 在过去的指引当中 英方一直描述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并指出香港在外交跟防务以外的其他管制范畴 像是经济跟贸易享有高度的自治 但是这一次的新指引却不直接描述香港享有高度的自治 而是改为中英联合声明当中表明 香港在其他的事物享有高度的自治 第二点是国安法后的认权状况 英国外交部在香港营商指引当中 更新的全国人大实施国安法 四名民主派议员被撤销资格 以及英国政府公布BNO签证等的说法 英方同时在中期营商风险当中 关注到了宏观政局的影响 而且不点名的提及 有表面的证据显示 有企业因为员工的证件 或者是曾经参与过过去两年的示威 而承受到中方的压力 第三点则是营商环境的改变 把香港的经济表述 由国际金融中心改为区域的枢纽 同时也删去了英国与香港特区政府 享有正面及前瞻性的关系这一句话 但是相关的指引在反袭黑钱这一栏当中 却又加入了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香港仍然是不合法 以及合法的金融目标 美国政府对华为实施芯片出口禁令 导致其手机市场份额明显的下滑 华为总裁任正非日前在出席活动的时候就说 公司已经启动了南尼湾计划来进行生产自救 几乎就在同一个时间 另一位华为的高管也爆料说 华为推出了智慧养助方案 希望可以招揽生意 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华为总裁任正非上周出席活动的时候透露 美国制裁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 华为有更多克服困难的手段 并且正在开产南尼湾的计划进行生产自救 在煤炭、钢铁、音乐、平板、智慧屏等领域都有很大的突破 因此华为不靠手机的业务也可以存活 继任正非近日来首次公开的提到南尼湾计划之后不久 华为机器视觉领域总裁段爱国就在围头条爆料说 华为推出了智慧养助方案 欢迎有需求的客户来进行下谈 消息一出立刻引发了舆论的热议 不过虽然网络上一片的嘲讽 但是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彬表示 华为进军养猪业并非只是个噱头而已 而是真的是一条身材之道 他说养猪厂不但有政府的资金支持 也大大的降低了对外依赖的风险 很多人觉得这种转变相当的不可思议 但是他觉得这是水到渠成 华为早晚都要走这一条路 事实上近年来不少中国的互联网大佬 都投入了养猪的行业当中 先是网易总裁丁磊在2009年 投入了巨资来养猪 在网易的自营农场当中 这些黑猪吃着液态的猪粮 听着音乐 过着人性化养殖的生活 随后阿里 京东跟百度等科技的巨头 也加入到养猪的大军 但是唯一不同的是 他们不经营养猪场 而是为养殖的企业来提供技术的支援 有意思的是 早在一年半之前 华为总裁任正非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 就提到了养猪 他表示自己曾经说过 如果他考不上大学的话 养猪可能也是养猪的状元 因为他做任何事情都很认真 澳洲国会即将透过立法 来迫使谷歌跟脸书 针对引述的内容公平付费 目前谷歌已经陆续地 跟各媒体达成协议 做出让步 有当地媒体可以因此获得 一年三千万澳币的费用 但是脸书却摆出了强硬的姿态 综合媒体报道 社群媒体龙头脸书17号宣布 将不再允许澳洲媒体 跟澳洲的脸书用户来分享 或者是查看新闻的连结 借此回应 澳洲政府打算以法规 规定脸书等数位平台 应该要付费给当地的新闻媒体 这导致了澳洲脸书的用户18号一早醒来 就发现脸书上面所有本地 或者是外国媒体的网页 全部都无法呈现 就连政府的卫生 紧急事件部门的专业也消失了 海外用户也没有办法在脸书上面 读取任何澳洲媒体的新闻内容 澳洲政府痛批脸书辞取粗暴 而且错误 危及到脸书的可信度 对此澳洲财长弗莱登伯格表示 脸书事先并未通知要取消用户 分享新闻连结的能力 痛斥脸书相当的粗暴 他随后表示 正持续地跟脸书协商 18号上午已经跟脸书 执行长组伯格通话30分钟 气氛和谐而且极具建设性 强调政府希望他们持续地在澳洲来盈喻 但是也希望他们为原生的内容来付费 华尔街日报16号报道 中共政权经过了长时间调查 蚂蚁集团幕后老板 发现了前中国领导人江泽民的森儿江志成 中共政治局前常委贾庆龄的女婿李伯潭等红二代 均有秘密入股蚂蚁集团 报道指出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之所以在最后一刻 取消了蚂蚁集团在上海跟香港两地上市 可能跟中共的权斗有关 蚂蚁集团上市是全球最大的集资活动 报道指出 习近平是担心上海帮从中获利就大 自由亚洲电台引述文章报道 华尔街日报声称 访问了超过12名中共的高干跟政府的顾问 指出中共党中央早在去年10月24号 马云高调地批评中共金融规管制度之前 就已经开始调查蚂蚁股权的结构 据报道 中国央行的副行长判公盛同一天发言 指出个别非金融企业盲目地向金融业来扩张 股权结构跟组织架构复杂 甚至有交叉持股 虚假注资 套取巨额资金等问题 报道引述央行知情人士指出 潘公盛虽然没有点名 但是他说的就是蚂蚁集团 报道又指出蚂蚁许多股东都是红二代 其中包括了江泽民的孙儿江志成 江志成在哈佛大学毕业之后 在香港创立的私募基金博裕资本 报道又指江志成跟马云的交情号 其博裕资本于2012年跟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跟中信集团合组财团 集资的71亿美元为马云回购 当时仍然由雅虎持有的阿里巴巴股份提供资金 该财团买进阿里巴巴约5%的股份之后 阿里巴巴两年之后在美国上市 财团也因此获得了具体 博裕资本也以迂回的手法来入股蚂蚁 由于包括香港公司在内的境外公司 都不能够投资支付业务 博裕资本作为香港公司 先在上海成立的博裕广区陶燃上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子公司 再由子公司来投资一间公司 再由该公司来投资私募基金北京金管投资中心 并由后者出面来投资蚂蚁集团 蚂蚁集团在2016年曾经试过一次的集资 像16位投资者筹得45亿美元 北京金管是其中之一 另外蚂蚁在2018年再集资218亿元人民币 北京金管也有参与 最终北京金管持有蚂蚁集团将近1%的股权 成为蚂蚁十大股东之一 在蚂蚁招股书当中只提到了北京金管的名字 博裕资本或者是江志成跟蚂蚁集团的关系自然没有公开 另外贾庆林的女婿李博潭也是蚂蚁集团的神秘股东之一 李博潭在北京成立的昭德投资有限公司 报道指出蚂蚁也是透过了迂回的方法 经过两三手的第三方基金 最后透过了重负投资来出面 注资蚂蚁集团 报道也指出很多马云的友人 透过了第三方基金来隐藏身份 投资蚂蚁集团 这批友人包括了当中国范海控股集团 董事长兼总裁卢志强 巨人网络董事长史玉柱 以及复兴集团董事长郭广昌 另外还有人透过了家人间接入股 像是万象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萧峰 由妻子黄荣平出面入股致富投资中心 再有该公司来入股蚂蚁集团 报道指出 马云为了要让蚂蚁顺利的上市 特别邀得中国退休基金 以及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入股蚂蚁 结果去年夏天 蚂蚁在短短一个月内 获得多个监管机构批准上市的申请 但这上市计划依然在最后一刻 被习近平给叫停 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财经的主要内容 希望您喜欢并继续的关注 华尔街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国财经 在这里有没有关注和中国经济有关的 各类消息和资讯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条消息 在农历春节前被爆出的锐信高管内容事件 近日迎来最新进展 继锐信咖啡董事会调查组称 未发现董事长兼CEO郭锦衣有不当行为之后 锐信咖啡迎来新一轮架构调整 原先逼宫的多位高管职位被调整 今年1月 网络上有爆料称 锐信咖啡的七位副总裁 所有分公司总经理和核心业务高管签署联名信 集体请求罢免锐信咖啡现任的董事长CEO郭锦衣 联名信指出郭锦衣利用供应商进行贪污 滥用权力铲除异己 压缩门店员工编制 还被指责个人能力低下等 当时郭锦衣也发布了一封 全员信对此进行回应 他称 举报信是陆正耀前之亚等组织并主持起草 部分当事员工不明真相 并裹挟签字 自己以第一时间提请董事会成立调查组就所述事件进行调查 以还原事实真相 在北京时间2月17日晚间 瑞幸咖啡董事会发布公告称 调查组在一个月时间里采访了近40个人 其中包括签署请愿书的员工 审愿了5万多个交易文件 发现没有证据证明联名信中所说的郭锦衣的不当行为 公告还称 调查组发现公司前管理层的某些成员参与了请愿书计划 公司董事会将继续全力支持郭锦衣和管理团队 继续执行公司的长期增长战略 这也意味着在这次的高层内讧中 郭锦衣赢得了胜利 据悉 今日郭锦衣发布了内部信 以及宣布了一系列的架构调整 他在内部信中表示 2020年瑞幸门店总数近4800家 限制饮品销量超过3亿杯 2021年1月瑞幸新开门店数超过120家 截至目前瑞幸咖啡的注册用户近1亿 对于瑞幸2021年的发展 郭锦衣称将进一步围绕产品门店用户构建成的铁三角运作模式 加快优化整体的组织架构 完善和落实员工福利 薪酬期权等激励机制 在随之而来的架构调整中 瑞幸咖啡的架构体系分为前台中台后台三部分 前台包括运营线增长线 中台包括技术线 产品线 商业分析部 后台包括对外合作线 财务线 人力资源线 合规线 此外 此前多名参与联明性逼宫事件的高管职位被调整 其中 吴涛 周斌 李军不再担任大区总经理另行安排 郭义伟不再担任媒体公关部高级总监另行安排 任命吴涛为拓展中心的副总裁 负责拓展中心的全面管理 向运营线负责人曹文宝汇报 日前 瑞幸咖啡推出了新零售合作伙伴招募计划 开始了加盟的步伐 根据新浪科技此前的报道 一位北京瑞幸咖啡门店的店主也表示 他从内部获悉的计划是 瑞幸首先会结束造假事件的影响 再开曼进行重组 然后再回归A股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美国政府在2020年9月曾出售一幅香港豪宅地块予以横龙地产 但交易因涉及中美两国外交事宜而暂停 横龙地产发言人在北京时间的2月18日确认 卖方对该物业的出售已获中国政府的同意 交易有望顺利达成 横龙地产发言人回应财新记者查询时表示 很高兴卖方已完成了其外交义务 并获得中国政府的同意 横龙地产正与卖方处理完成事宜 并将于合适的时间对外公布 在2020年5月底美国驻香港及澳门领事馆招标 出售其持有超过70年的香港南区豪宅物业 同年9月 横龙地产确认以25.66亿港元的交易作家 中标该豪宅物业并表示 此次购地是公司对香港前景投下信心的一票 美国政府在2020年9月曾出售一幅香港豪宅地块予以横龙地产 但交易因涉及中美两国外交事宜而暂停 资料显示 上述交易的物业位于香港 寿城山寿山村道 由美国政府在1948年购入 并持有至今 物业作为美国的驻港领事馆宿舍之用 物业线为流动低密度的住宅物业 地盘总面积约9.48万平方尺 约8800平方米 可重建楼面面积约4.74万平方尺 约4400平方米 以交易作价25.66亿港元计 上述物业楼面均价约为5.4万港元每平方尺 约合人民币每平方米48.5万元 接近当时市场估价区间的下限 横龙地产曾表示 计划将该地块重建为多建 独立式豪华大宅 预计在2024年落成 投资总额约40亿港元 我们来到下条消息 春节期间 新华社出动了自己的航拍 拍摄了位于中国第三大岛 也就是崇明岛上的贵城 贵城位于长江入海口附近 已经建好了一大片住宅区 还在继续盖房子 离入海口也只隔了一个堤坝 近年来 新华社的记者多次走访 位于崇明岛上的绿地长岛项目 在过去6年里 项目沿长江而建 全长超过10公里 占地总面积超过15平方公里 建设总量和楼宇高度 在2016年底被认为违反 长江大保护 并于建设世界级生态岛的 总体要求不符 这个就是位于崇明岛的 绿地长岛项目 绿地长岛的开发商是 重合之业 重合之业是世界500强 绿地控股旗下的公司 绿地长岛号称投资2000亿 规划面积2.3万亩 房源大概预计有10万多套 从名字上看 估计是想跟纽约长岛一较高下 在这个项目里有别墅 有洋房 也有17层的高层 上海对崇明的规划 是世界级生态岛 新建建筑高度要在18米以下 但是绿地长岛这个项目中 建了不少17层的高楼 上海崇明区规划的 常住人口要控制在70万人 但绿地长岛的10多万套房子 大约就可以住下30多万人 怎么看都不符合上海的规划 可是就这样上海也管不了 通过分析地图可以发现 崇明岛其实一分为三 虽然大部分归于上海 但是北部还是有一些边缘地带 归于江苏南通 一小部分归于海门区的海永镇 而另一部分则属于启东市的启龙镇 而绿地长岛恰好就在启东 虽然宣传里都打着上海的旗号在卖房 但实际上跟上海没有任何关系 在启东的城市规划里 绿地长岛所在的地界 其实是旅游度假用地 项目的对岸是启东的滨江工业园区 有一部分小区业主还发现 小区的供水供电都是临时的 而这个可供30万人居住的超级大盘 在一个常住人口不足1万人的镇上 毫无刚需可言 引用绿地长岛业主的维权简报数据 绿地长岛的入住率也只有1% 也就是说 即便是10万套的房子全部建完 也就只有约1000户入住 这里可以小结一下 一个上海的开发商在一个邻近上海 但不是上海的地界开发了一个 看起来是上海的项目 但最后坑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业主 但这个上海还真管不了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2月18日 就东北地区率先全面开放生育限制的相关建议 中国国家卫健委发布答复文件称 建议很有参考价值 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 国家卫健委表示 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减少 折射出的是区域经济体制 产业结构 社会政策等综合性系统性的问题 比如随着资源枯竭和国家产业升级转型 大批年轻劳动力无法在本地找到满意的工作 只能流向经济更好 工资更高的地区 国家卫健委还指出 东北边境地区的生育政策相对宽松 但生育的意愿不高 究其原因 经济社会因素已成为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 特别是经济负担 婴幼儿照护和女性职业发展等方面 群众反应尤为突出 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大为减弱 国家卫健委认为 建议国家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开放人口生育限制 对卫健委工作很有参考价值 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 组织专家进行研究 深入研判全面开放生育限制 对当地经济增长 社会稳定 资源环境战略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影响 做好政策调整之后 人口变动测算 研究实施全面开放生育政策 需要配套出台的文件 评估政策变动的社会风险等等 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东北地区 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方案 此外 国家卫健委还表示 以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组织开展 关于支持社会力量发展 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 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 支持承起合作 增加普惠托育的服务供给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经历了2020年的停工之痛之后 中国电影行业迎来了最强的春节档 截至北京时间的2月18日临时 国家电影专资办数据显示 2021年春节档累计票房达到了77.94亿元 刷新了中国影史春节档票房记录 2020年由于疫情突袭春节档压火 2021年春节档则因就地过年等政策爆火 相较2018年2019年春节档 54.6亿元55亿元的票房收入 2021年的春节档增长四成 与此同时 2021年春节档以1.6亿总人次 创下了同档期观影人次记录 超过了2018年春节档1.45亿观影人次的巅峰值 2021年的春节档还刷新了 全球单一市场单日票房 全球单一市场周末票房等多项世界记录 受火热春节档推动 截至2月18日临时 2021年全年累计票房已接近120亿元 超过2020年的全年总票房的一半 从各大影视公司晒出的业绩预告来看 春节档电影背后的几家主要片方 在2020年几乎全线亏损 春节档票房决定着上市公司能在多大程度上 为2021年的业绩解压 随着春节档爆出78亿元高票房 整体的市场行情向好 2月18日收盘 有春节档影片上映的电影股多数飘红 但片荒亦可能影响2021年整体的市场走势 在春节档之前 票房大盘已经连续四周出现回落 除夕当天 全国票房收入仅为1544.81万元 而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去年11月 主要原因均为市场缺乏主力的影片供应 疫情导致行业上游长期停工 国产影片生产因此出现之后 在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尚未解除疫情风险 院线经营受限的情况之下 多部好莱坞大片也通过延档 转制线上等各种形式来避险 影响了去年下半年海外电影的供应 据了解 中国电影市场每年影进片的市场份额 在35%至46%之间 在外部供应持续不足的情况下 影院的生存仍面临挑战 感谢收看 请点赞并订阅中国财经频道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华尔街科技 在这里我们关注和科技有关的各种业界资讯和动态 如果喜欢 还请点赞和订阅我们的节目和频道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条消息 2月18日 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称 百度和汽车制造商吉利公司 已聘请膜拜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夏宜平 担任其新成立的电动汽车合资企业的首席执行官 百度拒绝就此发表评论 而吉利方面称 还不知晓这一任命 今年1月11日 百度正式官宣将以整车制造商的身份进军汽车行业 将和吉利集团共同组建一个新的汽车公司 该公司会有百度控股 在2月18日的财报会议上 百度的CEO李彦宏称 目前百度和吉利的合资项目进展非常顺利 已经任命了造车公司的CEO 而且也选好了品牌名称 但并未透露具体CEO人选和品牌名称 李彦宏表示 一般新的电动汽车产品从立项到推出 大约需要三年时间 百度和吉利的合资公司的时间表也大概如此 也就是说 百度自己下场造的智能电动汽车 或将会在三年时间内推出 公开的信息显示 夏宇平本科毕业于南京邮电大学通信工程专业 今年刚满40岁 此前在汽车和通信领域有过多年的工作经验 他曾任非亚特克莱斯勒亚太区智能车联事业部负责人 在进入汽车行业之前 夏宇平在通信行业工作过五年 负责过软件开发架构通信系统架构 并从事过产品规划和市场等工作 2015年1月 夏宇平作为摩拜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 创办摩拜单车 直至2018年 该公司被美团收购 随后夏宇平离职 但具体去向并未披露 在参与摩拜创办前 夏宇平还有过电动车的创业经历 2014年上半年 他曾联合通用汽车中国科学院院长杜江林 一到创始人周航 做了一个开源汽车项目OpenCarLab 但后来该项目夭折 我们来到下一台消息 根据印度新德里的报道 2月18日 有消息人士称 苹果正试图参与一项促进 印度电脑产品出口的新计划 印度政府和业内的消息人士称 这是将iPad平板电脑制造 带到这个南亚国家计划的一部分 随着印度总理莫迪 加大努力促进电子制造业并创造就业 该国去年推出了一项67亿美元的计划 以促进智能手机出口 苹果稳步提高了iPhone在印度的产量 以减少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 该公司通过其合约制造商参与了商术计划 三名密切参与起草计划的消息人士 向路透社表示 如今政府正准备公布另一套奖励计划 以推动本地生产资讯科技产品 包括平板、笔记本电脑以及服务器等等 消息人士称 这套新的与绩效联动的奖励计划 将提供出口产品制造商现金回馈 五年预算规模为700亿卢比 约合9.645亿美元 预料这套计划将在2月底推出 其中两名消息人士称 在计划定案前 苹果和其他业者正游说 将预算规模提高至2000亿卢比 因印度缺乏制造IT产品的规模或供应链 且得于免税进口的科技产品竞争 苹果力推上述计划之际 该公司的iPhone代工厂商 伪创才刚开始重启印度南部的一家工厂的运行 去年该厂曾经爆发员工抗议事件 目前苹果仍将伪创的工厂列入观察名单中 由于计划尚未公开 所有消息人士都不愿透露姓名 这名同时还是政府官员的消息人士也表示 目前还不清楚鸿海伪创自通公司 核硕这三家苹果的代工厂当中 iPad组装业务滑落谁家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数字货币真的来了 当地时间的2月18日 国际支付巨头万事达卡宣布 于数字支付平台Allen Pay联手推出 巴哈马数字沙美元预付卡 这一数字货币由巴哈马中央银行发行 具有与传统巴哈马币相同的价值和消费者保护 万事达卡还透露 根据该计划 巴哈马杀美元卡使人们可以选择立即将数字货币转换为传统的巴哈马园 并在巴哈马群岛和世界各地接受万事达卡的任何地方支付商品和服务 一周前的2月10日 万事达卡数字资产和区块链产品以及合作执行副总裁拉杰达莫达兰在官网透露 万事达卡在积极于世界几家主要央行接触 因为他们正在审查推出新的数字货币的计划 2020年9月 万事达卡推出专用模拟测试平台 承邀全球央行商业银行以及技术与咨询机构加入该测试平台 携手对央行数字货币的设计使用以及互联互通展开评估讨论 以有效评估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在国家或地区层面的适用性 他宣称今年万事达卡将开始在其网络上直接支持部分加密货币 他强调流通中的数字货币有数百种 该公司不会在其网络上支持所有的加密货币 因为许多加密货币需要加强合规措施 他介绍符合万事达卡数字合作伙伴的条件主要有四个因素 首先是消费者保护 包括消费者信息的隐私和安全 他解释为这与信用卡安全级别相同 其次需要有严格的合规协议 包括了解你的客户 第三 这些数字资产必须遵循所在地区的法律法规 第四 这些数字资产是用于支付需求而不是投资 据达姆达兰透露 目前数字货币服务上 Bitpay LVL已经与万事达卡建立了合作 这些数字货币支付卡允许 客户将他们的加密货币转换成法币 然后在任何接受万事达卡的地方消费 持卡人也可以从自动柜员机中提取美元 进行网上购物 达姆达兰解释 这些加密货币并不能直接在万事达卡网络清算 而是通过万事达卡的加密货币伙伴 将这些数字资产转换为传统法币 然后才能通过万事达卡进行网络清算 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是WireX Bitpay 还是LVL均为持有金融业务牌照的数字服务商 他们都受到当地监管部门的约束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美国大部分地区遭遇的恶劣天气 导致了一些半导体工厂的闲置产能 这可能加剧已经迫使汽车制造商在部分工厂 缩减产量的芯片短缺问题 全球最大芯片制造商之一 韩国三星电子 在德克萨斯州奥斯丁运营两座工厂 该公司的一位发言人说 当地政府已于周二要求暂时关闭这两座工厂 这位发言人还表示 三星预计尽快恢复生产 但仍在等待电力公司就芯片制造商 何时可以恢复工厂运营提供指引 从本周一早些时候开始 德克萨斯州因一场严重的冬季风暴 遭遇大范围断电 断电也促使当地官员要求企业缩减运营 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对该地区电网的需求 花旗分析师称 三星电子的两座奥斯丁工厂约占该公司总产能的28% 奥斯丁是三星的制造中心 该公司还在考虑一项170亿美元的计划 以扩大起在奥斯丁或美国其他地区的业务 荷兰芯片公司恩智浦半导体 在本周三表示 该公司已被迫缩减了奥斯丁两座工厂的生产作业 该公司还表示将直接通知可能遭遇供应中断的受影响客户 恩智浦为汽车行业制造芯片 该公司第四采集的芯片销售额为11.9亿美元 约占总收入了一半 监管公告显示 截至2019年 恩智浦的奥斯丁工厂约占该公司 工厂总面积的30% 奥斯丁Energy的一些客户发表声明称 该电力公司的其他大客户也因为风暴关闭了工厂 总部位于德国的汽车芯片供应商 英飞林科技公司在奥斯丁也设有工厂 花旗集团分析师说 英飞林的奥斯丁工厂主要生产对汽车和工业市场至关重要的内存芯片 这些芯片越占该公司去年收入的5% 但是目前英飞林暂未予以任何置评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根据BBC的报道 中国当局多年来一直在进行天气操纵项目 并在去年12月进一步采取了行动 中央政府宣布计划将在全国范围内 推进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发展 中国当局的目标是到2025年 让人工增雨人工增血作业影响面积达到550万平方公里以上 这几乎占据了中国领土的60% 但因为技术造成的影响有不确定性 而且在地区紧张局势的背景之下 这一行动也引起了印度等邻国的关注 中国使用一种被称为波云的方法 这种方法以为全世界所知 这包括将点化银等物质拨洒到云层中 试图使它们产生降水 这也是一种改变天气的技术 许多国家都在使用这项技术 印度也在使用 印度马尼帕尔高等教育学院的气候专家 贾亚拉姆告诉BBC 撒哈拉以南非洲和非洲大陆东北部 那里有非常严重的干旱问题 还有澳大利亚他们也都在使用这种办法 但是贾亚拉姆还表示在其他地方 此类举措的推广远远小于北京 波云这个技术历史悠久 起源于1940年代 主要在美国使用 但其成效仍然存在很大的疑问 北京师范大学科学家摩尔对BBC表示 关于其有效性的科学文章 一直以来都很少 摩尔介绍中国有5万个城镇定期进行波云作业 以避免农作物损害 他说基本上这是为了防止冰雹破坏庄稼 所以要在情况变得危险前 把雨水从云层中除去 但这位科学家说 在中国波云在一年中只有1到2个月有效 在2020年2月 新科学家杂志发表了一篇美国一项研究的文章 研究人员在研究中拨洒了地形云 当空气被迫爬升到山上时形成的云 研究人员发现波云可以增加降水 但只增加不到10% 在去年12月2日 中国国务院发布声明 宣布将推进人工影响天气工作 声明中说 该项目将有助于救灾 农业生产 森林和草原火灾的应对 以及异常高温和干旱的管理 但当局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在中央政府提出的发展意见后 一些中国省份马上跟进 例如西北部的甘肃省 便在今年1月宣布了雄心勃勃的目标 将无人机作为战略中心 并希望在2025年前构建全国示范的无人机 人工影响天气业务体系 在声明发布不到一个月之后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中国的甘林一人工影响天气无人机 在甘肃的京昌市成功首飞 对这种技术的怀疑 并没有阻止中国大量投资该技术 在地缘政治争端日益加剧之际 这加剧了邻国的担忧 人们担心的一个问题是 这种技术是否会对印度的夏季季风产生影响 而夏季季风对整个地区也是至关重要的 但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并不算多 贾亚拉姆对此补充 专家认为如果在印度与中国关系更好的时候 这种声明可能不会被印度人注意到 但两国士兵在边境冲突等紧张局势 加剧了印度的反华情绪 台湾大学的研究人员在201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影响天际活动缺乏协调 会导致邻国之间指控偷窃降水 摩尔说 虽然亚洲季风的情况更为微妙 但是没有科学的证据支持这些指控 摩尔解释说 形成季风的原因之一是青藏高原和印度洋之间的温差 他补充说 因此如果像一些人计划的那样 对青藏高原做出重大改变 我认为可能会产生非常显著的影响 摩尔指的是中国工程师的一项计划 该计划是在整个青藏高原开展大规模的人工降雨项目 这就像一群牛仔建筑商 模仿马斯克建造飞船之类的东西 和我一起工作的大多数科学家都对这种方法感到震惊 但是贾亚拉姆还补充 该地区最大的担忧 不仅仅是大规模的采用波音技术 关注的焦点还有 中国在不与其他国家协商的情况之下 实施更雄心勃勃的地球工程技术 例如太阳辐射的管理和控制的可能性 特别是当两国关系处于低谷时 就像印度目前的状况一样 贾亚拉姆说 迫切需要一个全球准则来规范这些行为和可能的冲突 而摩尔也同意这一点 好了 今天就是华尔街科技的所有内容 如果喜欢 还请点赞和订阅我们的节目和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